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从美国政府到研究单位 对新冠病毒的认识程度 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 新冠肺炎有效的治疗方法 以及疫情拐点核实到来等问题 展开广泛的讨论 针对这些话题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于8月14日再次举办专家研讨会 请看报道 新冠疫情爆发7个月以来 从联邦政府到研究单位 对新冠病毒的掌握程度 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 新冠肺炎有效的治疗方法 以及疫情拐点核实到来等问题 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针对这些话题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于8月14日中午 再次举办专家研讨会 优西旧金山分校医学院教授 阮东博士 首先支持 他报告了最新的全球疫情数据 目前全球感染人数 已达2100万 美国的确诊人数超过530万 死亡人数将近17万 加州 佛罗里达州 德克萨斯州的确诊病例 都超过了50万例 疫情之下 其他问题也不能忽视 如年轻人的自杀问题 加州的自杀率增加到11% 之前自杀率仅为4% 斯坦福大学临床卓越研究中心高级学者 美国国家医学院成员尼拉夫表示 目前全球范围内 疫情应对措施包括 新西兰模式的全面遏制 并最终消除 瑞典巴西模式的群体免疫等方法 安全有效的重启经济途径 包括早期预警 广泛有效的普选 有效的检疫 隔离 充足的治疗能力 可操作的数据推算和疫苗研发 目前我们正进入疫苗研发的第三阶段 包括英国牛津大学 中国武汉生物实验室 科兴控股生物公司 和美国莫德纳生技公司等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全球卫生研究所所长阿西斯甲表示 其他国家在防疫上的表现 值得美国学习和借鉴 富裕的国家不一定就能有效的控制疫情 以越南为例 他们采取了类似中国的全面封锁和居家隔离 要求佩戴口罩和增加筛选等方式 反观美国一直到现在 在应不应该强制佩戴口罩 这个重要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汉天威士记者 吕丽丽川 洛杉矶采访报道 8月18日 据福克斯报道 加州州长加分纽森 周二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州长报公室表示 紧急状态声明将有助于确保调动至关重要的资源 以帮助扑灭在加州南北两头雄雄燃烧的大火 官员们表示 西海岸正在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热浪 加上大风 这些极端天气引发的灾难正在耗尽加州的资源 周章纽森说 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 我们正在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 以确保加州社区的安全 加州及其联邦和地方合作伙伴 正步调一致的迎接挑战 并在持续的危险条件前面保持警惕 周一 州长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 获得了消防管理援助拨款 他还签署了紧急公告和行政命令 以应对持续热浪对加州的影响 8月18日 据KTLFL报道 周二下午 南加州部分地区发布了洪水预警 包括之前发生过苹果大火的区域 当时一场雷暴在强烈的热浪中横扫该地区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第一次雷雨是中午在大熊湖附近形成的 气象局在推特上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 雷暴将会继续在山区移动 今天晚些时候将会逐渐向内陆帝国进行 据圣美纳蒂诺消防部门称 雷暴已经进入桑巴纳蒂诺县的其他地区 包括约苏亚树闪电引发了大量植被火灾 大火蔓延至约150英亩后仍在燃烧 在下午1点过后不久 在洛杉矶县陵阳谷的部分地区 首次检测到震雨和局部雷暴 大约一小时后 地区开始出现密集雷暴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报道 大松林、洛杉矶湖、阿克顿和棕榈谷等地都出现了雷暴 天区预报员警告说 这场夏季雷暴可能会给该地区带来危险性的闪电、狂风、短时暴雨甚至冰雹 在文图拉线的西北部也形成了雷暴 山洪警报已经爆在整个南加州地区生效 包括橡树谷和樱桃谷 山洪将使最近刚被苹果大火烧毁的土地处于危险之中 气象局解释说 过多的震雨会导致致致命和毁灭性的泥石流 泥石流由岩石、泥土、植被和其他松散的物质组成 被大火烧毁的土地缺少植被保护、土质疏松 一旦遇上暴雨即已引发泥石流 天区预报员建议 任何可能遭到洪水袭击的人应立即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并避免炸车穿过洪水 与此同时 南加州地区仍在经历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 多地都发布了过热警告 根据气象局的数据 棕榈泉的高温指数已经达到了119华氏度 河滨和圣安那的高温分别达到了111华氏度和109华氏度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共有38处山火仍在燃烧 其中许多发生在加州北部 据消防官员称 最大的火灾是位于加州东南部的 墨哈韦国家保护区的原顶大火 大火燃烧烧毁了42,838英亩 只有5%的面体得到控制 苹果大火横跨圣贝纳迪诺和河滨县 也是规模最大的火灾之一 自7月31日开始 共烧毁了33,424英亩的土地 消防人员已经与大火搏斗了数周 目前95%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 在蒙特雷县 一场名叫河流大火的火灾 已经威胁到至少1500座建筑 过火面积超过3800英亩 四人在大火中受伤 其中四名消防员受了轻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气象学家 迈克尔·盖伊表示 大火产生的烟雾也让当地居民感到担忧 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建议居民关闭门窗减少外出 可能要到大火被扑灭 空气质量才能有所好转 根据川普政府的最新纾困计划 对于失业劳工的额外救济发放 可能只会持续几周 而面临预算紧缩的各州政府 以及联邦机关 目前正在为如何筹钱 配合川普政府这项新措施 而伤透脑筋 亚利桑那州约25万失业劳工 17日拿到每周300元额外失业津贴 成了川普总统行政命令发布后 全美各州当中第一批 拿到救济金的失业民众 亚洲经济安全厅发言人贝西欧指出 截至17日 州内失业劳工已拿到 每周300元额外失业津贴 发放总额达7500万元 在17日之前 亚洲失业劳工从州政府领取的 失业救济金 每周领取上限为240元 每周最低领取金额则为119元 美国疫情爆发初期 国会通过疫情纾困法案 为全美3000万名失业劳工提供 每周600元额外失业津贴 但效期已在7月31日截止 由于最新一轮纾困法案 磋商迟迟未能出炉 川普总统8日发布 与疫情纾困有关的4道行政命令 为失业劳工发放每周400元救济金 不过其中100元需由州政府负担 川普政府额外失业津贴 如何发放 条文细节在17日曝光 根据计划内容 发布期间可能只有数周 川普行政命令规定 失业劳工至少将获得每周300元救济金 政府官员透露 440亿元预算则来自联邦急难管理局 FEMA所管理的联邦急难救助款 联邦政府将拨款给愿意配合 这项计划实施的州政府 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之际 部分经济学家预估 川普政府恐怕只能提供失业劳工 大约5周的额外失业津贴 FEMA表示 是否可延长额外失业津贴的发放 取决于联邦急难救助款项 余额多寡 南达科他州已表示 婉拒接收川普政府的额外失业津贴 共和党州克里斯蒂诺姆日前表示 由于该州经济获得改善 当地劳工并不需要协助 科罗拉多州 佛罗里达州 北卡罗莱纳州 西维基尼亚等州则表示 将努力把这笔金额有限的额外失业津贴 送到失业劳工手中 FEMA指出 亚利桑那州 爱荷华州 路易斯安那州 新墨西哥州等军同 已配合额外失业津贴发放 美西当地时间8月18日 据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交通部DOT宣布 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 运营每周总共8趟往返定期航班 与此同时 中国航空公司当局还增加了 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数量 中美两国航司 每周将有16趟往返航班 此外 美国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是两家航司 试图在6月恢复中国航线 但被拒绝 因此 美国交通部拒绝了 中国航空公司 增派飞往美国航班的许可 理由是 美国航空公司航班 无法飞往中国 要公平对等 几天后 美国交通部修改了规定 允许中国航空公司 每周有两次往返美国和中国的航班 因为达美航空和美联航 每周都有一次往返航班 接着在达美航空和美联航 又开通了一周航班后 中国航空公司 总共开通了四周航班 8月17日 中国批准了美联航和达美航空 有资格将航班增加到每周四次 因此 美国交通部允许 中国航空公司 每周的八次中美航班 美国交通部表示 美国政府仍希望 中国同意恢复美国 在其双边航空协议下的全部飞行权 并补充说 随着中国允许增加航班 美国愿意进一步 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 中美协议允许两国 每周在两国之间 运营100多个航班 此消息宣布不久后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表示 将从9月4日开始 美洲从旧金山到上海 经首尔往返 两至四班 达美航空也可能增加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航班数量 可能会在韩国首尔停留 以上就是今天疫情速递的全部内容 定位于芝加哥道 Biotes makes it feel like we have missed in the value of this